这个过程当中呢 麻烦你站起来走一走 走多几步 相信我你的未来会不一样的 哈喽你好 我是Alan老师 有没有觉得今天老师的装扮呢 特别像学生的有没有 像大学生 哈哈哈哈 好的今天呢 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OK 然后也欢迎所有的同学们呢 跟Alan老师一起讨论 这个话题就是 如果今天COVID-19一直延续下去 可能延续一个两年啊 三年甚至五年甚至七年 OK如果啦 当然是 乌鸦嘴 touch it touch it OK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疫情 越早结束越好啦 那么呢今天我们要讨论呢 如果今天疫情哦 持续不断的发生 那么过了三年后 或者过了五年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数呢 哈哈哈哈 OK那今天呢老师就想了一想哦 其实呢如果这个疫情啦 持续现状就是说一直万多个人啊 然后非常的危险啊 我相信呢学校开放的这个时间呢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 为什么会拖延 因为呢嗯学生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呢学生或者学校呢都要等到所有的东西平息了之后才会开学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那学生不是很惨 有没有看到Facebook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照片就这样毕业了已经变了阿嬷了 那我个人觉得啦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的这个形态 还有学生呢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所谓的校园时光 Alan老师个人觉得呢 无论你是中学也好大学也好 我觉得呢校园时光是最美好的 那我相信很多在看我的视频的中学生 你们一定是有经过校园时光 校园时光是很儿戏很智障的哈哈哈哈 就是可能会被老师骂啦 不可以跑啦要遵守规则啦 以前哦我们手指甲长啊会被骂 现在你指甲长到很像讲死这样也没有人理你 OK以前哦头发长一下那个过好刘海过好眉毛哦 他都会去抓你 现在呢很多男生全部的头发很像女子这样子就一堆草 是不是 所以呢你看啊以前哦的老师每次叫学生这样 不要吵 quiet啊不要吵 可是现在的老师呢每次在zoom class就讲 哎你可以say some things吗你可以讲话吗 以前的老师就会一直就是骂学生 叫大家哎呃不要讲话啦少驼动啦 现在老师就一直要求你们开镜头回答问题等等的 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我不知道有多久 有些人是非常渴望过去的美好 OK有些人已经习惯这个新常态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哎现在因为你们长期处于在家里的一个状况嘛 那我这里要预演一下 如果呢等这个学校开放回来的时候呢 真的会有很多人处于一个非常担心的一个状况 很多他可能是从六年级上了 form one他根本没有去过他的中学 很多人已经习惯在家里的这个生活了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新常态 所以如果疫情真的结束之后呢应该怎么办呢 哇感觉很多东西要面对 那么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一定会发生的啦 就是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毕业了 他六年级还没有读完 他就不懂这么突然间毕业了 有些人可能才在form four还没有读完form four form five啊 然后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全部移去网络上面 然后久而久之就毕业了 所以他跟他的朋友的关系也没有了 甚至有些大学生他没有经过大学生活 他没有跟室友一起玩一起闹 就这样子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东西啦 那么我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疫情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分成两批的学生 一批的学生呢 他们成绩特别好 他们成绩就特别的跟得上 他们都明白 哎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另外一批学生哦 他们完全不知道新的Silibus是什么 他可能他在疫情前他是form two 疫情后他可能是form four或者form five 甚至是他毕业了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是每个学校的老师 我要怎样讲好嘞 就是不是每个学校老师都如此的尽责 哇我这样子讲会不会得罪很多老师 那么OK啦 我不要讲老师而已 我讲老师跟学生呢 对于这件事情都有责任 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哦 当疫情结束之后呢 有一批学生他们成绩特好的 因为他们可能有补习 他们可能有持续学习 他们可能有看Alan老师的视频 哈哈哈哈 趁其夜配一下 OK 所以呢 呃他的成绩会越来越好 知识会越来越多 甚至他会有更加多的生活技能 还有更加多的idea 然后另外一批的学生呢 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Silibus在讲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课程走到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极端的画面 那么呢老师为什么要开这个视频给大家 当然 呃这个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一些搞笑的东西 就可能你真的毕业的时候 你很像阿嬷这样 还是很老啊 很像阿公这样子啊 当然是可以很开心的 可是这个视频呢我拍来是有一个目的的 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没有考试啦 哎呀考试可以作弊啦 哎呦随便做就好啦 因为疫情嘛很难控制学生的这个行动 所以大家就开始放飞自我 就感觉到哎呀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随随便便就好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疫情结束后那又怎么办 你的成绩怎么办你的知识怎么办 那么我们比较不要将现实就讲你拿到个A 还是成绩如何啦 那么我们讲回你基本有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语文能力有没有在 你有没有知识 你有没有知道很多东西 你有没有具备更多的条件 各位这个东西哦 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会为你操心的 最操心的就是你妈咪哦 你妈咪就会啪啪啪哎呀你这么每天打game啊 这么这样迟睡觉啊有没有搞错啊之类的 你就会发现呃最操心的就是父母亲啊 而孩子就浑然不知道 可是你们要知道哦在这个新时代的时候 我们要具备更多更多的这个条件与知识 所以呢这里Alan老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跟你说 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两派 一派呢是哇聪明好棒棒很多知识很多技能的学生 另外一派呢就是一直打game一直睡觉 然后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课程到哪里的一群人有两种人 这样我们要怎样成为优秀的这些人 我们要怎样确保自己呢可以在疫情结束后 甚至在疫情期间一直在进步 那你必须要付出啊 你可以多看一些视频 例如像Alan老师的视频 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师的视频 其实YouTube有非常多丰富的资源 那么你们上网找呢 其实有很多的资料你们可以去学的 这个是呃其中一part 当然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你可以参与一些专业的补习 可以帮助到大家 这是呃其中一种环节 那么在假期的生活当中呢 你的身材要不要顾 你的健康要不要顾 然后你的这个知识啊还是各种技能啊 老师个人觉得你还可以学一些 呃新的一些技能啦 像呃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的一个 演说技能啊 一些software的技能啊 一些电脑啊 一些programming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我们在我们的上网可以找到的 所以各位网络有很多资源 大家不要浪费 ok 当然在这里看视频 有些人是喜欢读书的 有些人是恨爆读书的 听到读书就想杀死他的 那不要紧啊 你能做的东西是什么 能做的东西就是尽可能在 得在这个疫情期间 不要一直打王者荣耀 不要一直打PUB剧 不要一直玩game 各位你可以有娱乐 你可以有电视剧 你可以听个没问题的 可是同时你有没有加强自己 有没有让自己进步 各位要让一个人彻底失败 只要让他不能成长 只要让他没有办法学习 他就会一直失败啊 只要一个人可以持续学习 只要一个人可以持续努力 一个人可以持续灌溉的话 他的结果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这个哦 不是什么鸡汤影片 也没有什么东西 我是就跟你讲一个很现实的层面 因为以前我们在学校 会有一个竞争性 什么叫竞争性 就是我看到朋友努力 我要努力 我们会有一个团结的一个感觉 然后老师带领着大家一起学习 可是现在每个人在家里 你看不到对方在做什么 然后你就觉得大家都很懒惰 然后也没有人鼓励你 也没有人叫你往前走 所以趁火打劫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当全世界人在休息的时候 麻烦你向前走多几步 你那几步就可以让你未来的生活不一样了 get out我在讲什么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 尝试去计划你的生活 去管理你的生活 至少让自己每一天稍微进步一下 还记得老师的口头禅吗 不求突飞猛进 但求寻序渐进 脚步的大小不重要 最重要是脚步的方向 所以今天Alan老师呢 拍这个视频是希望大家 求求大家也勉励大家 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沉睡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好舒服啊 好舒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麻烦你站起来走一走 走多几步 相信我你的未来会不一样的 嗚呼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也没有什么要讲的 什么高能鸡汤啦 纯粹跟你说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那么呢 如果喜欢Alan老师的话呢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啊 很多人没有follow 还要那个啦 订阅老师啦 OK啦 好啦就这样子啦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同一新年同一频道 再见了 阿里加藤 Kozai Mas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